长达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 沙特不签了 这下子沙特和美国关系会彻底崩坏吗 中东要变天吗 世界要变天吗 根据证券时报的消息 到今年6月9日 有一份长达50年的沙特和美国缔结的石油换美元协议到期了 没有想到沙特竟然没续签 虽然说沙特方面没有大张旗鼓的过来表示说 他们不续签这份协议 但是真的各方消息传来沙特没有签 这不由得让全世界都要震惊一下 为什么 美元可是世界通用货币 我们以往的节目就说过 哪怕你是美国的敌人 哪怕你这个政府和美国敌对 你都得大把持有美元 为什么 没有美元 你就没法在世界上生存啊 尤其是发展双边和多边贸易的时候 那么美元是如何成为世界通用货币的呢 第一美国打赢了二战成为了全世界的债主 第二二战之后美元和黄金绑定 所以美元有了美金的美誉 而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呢 美国很聪明的选择了美元和石油挂钩 美国和沙特在1974年达成协议 石油通通只能由美元来采购 这使得美元稳固了它全球通用货币的地位 也使得中东成为了美国最看重的利益所在 但是当然近些年来风云突变 一方面一言由革命成功之后 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产油国之一 美国不单可以减少海外购买石油 甚至要大量的向海外出口它的石油和天然气 而另一方面呢 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 而且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石油天然气 是用非美元交易的 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 我们经常说是这些政治格局 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个关键时刻 沙特选择不续签美元石油协议 这对美国的打击大不大 当然特别大 过去两三年以来 有六十多个国家开启了去美元化的战略 而很显然一旦石油与美元脱钩 无疑会进一步打击美元在全球的地位 尤其是当年沙特一方面可以把大把的石油卖给美国赚得美元 继而再用美元去买美债 帮助美国发展经济形成完美闭环 美国受益良多 而今天一方面 沙特没有什么石油卖给美国了 沙特也不把石油和美国挂钩 另一方面沙特自然不会有大把美元去买美债 这显然对于美债也会造成影响 要知道美国的债台高中是人所共知的 美债总数已经超过35万亿美元了 而我国在内的多国政府最近也是在不断的抛美债 所以当这份协议不被续签之后 会不会美元美债将迎来双杀呢